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即将访华的重大新闻 梅洛尼将于7月27日至31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这不仅是他上任以来的首次访华 还是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后首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大国领导人 本次访问旨在深化众议两国在经济 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并修补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所带来的裂痕 梅洛尼将与中国领导人会晤 讨论双边关系 经济合作 气候变化等议题 并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他还将参观中国的历史文化遗址和高科技企业 以增进对中国文化及经济环境的了解 这次访问无疑将为众议关系注入新的活力 并吸引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将于7月27日至31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这次访问不仅标志着梅洛尼作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后的 首位西方大国领导人到访中国 更是一场备受瞩目的外交盛事 梅洛尼将率领庞大的意大利政商代表团 目的是深化众议两国在经济 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合作 梅洛尼出发前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达了他对此次访问的期待 他表示希望通过这次访问 进一步加强众议两国的友好关系 推动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迈上新台阶 他特别强调 意大利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国 希望在这一框架下与中国开展更多务实合作 此次访问的议程丰富 包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的会晤 讨论双边关系 经济合作 气候变化等议题 双方预计将签署一系列涵盖基础设施建设 科技创新 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协议 众议两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 尤其是在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 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 作为文明古国的代表 众议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传统 梅洛尼此次访问还将包括参观中国的历史文化遗址 如故宫和长城 以增进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他表示 意大利和中国在文化交流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 期待通过这次访问进一步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 梅洛尼的访问不仅在众议两国引起了广泛关注 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目光 意大利此前决定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这一决定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意大利曾是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G7国家 但在梅洛尼上任后 意大利政府重新评估了这一决定 最终选择退出 此次访华被视为意大利在国际舞台上重新定位的一部分 旨在平衡与中国和西方盟友之间的关系 然而 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意味着 意大利与中国的关系会因此冷却 相反 梅洛尼此次访华 正是为了修补这一决定所带来的裂痕 并寻求新的合作机会 他希望通过这次访问 能够重新定义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框架 特别是在贸易和投资领域 梅洛尼政府认为 中国的投资对于意大利经济的复苏至关重要 近年来 意大利经济增长乏力 失业率居高不下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 经济形势更加严峻 梅洛尼希望通过吸引中国的投资 为意大利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此次访问中 梅洛尼将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多次会晤 讨论一系列双边和多边议题 预计双方将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涵盖基础设施建设 科技创新 绿色能源等多个领域 这些协议不仅有助于 提升两国的经济合作水平 也将为意大利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更多机会 梅洛尼还计划访问中国的一些重要城市和企业 亲自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和投资环境 他希望通过实地考察 为意大利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多支持和指导 总的来说 梅洛尼此次访华 不仅是为了修补意大利 退出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裂痕 更是为了寻求新的合作机会 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的台阶 他希望通过这次访问 为意大利经济的复苏注入新的动力 同时也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此次访华正值众义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 梅洛尼的到访不仅是对众义传统友谊的延续 更是对未来合作的展望 众义两国在经济合作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意大利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两国在机械制造、汽车、时尚、食品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 近年来 意大利的葡萄酒、橄榄油、奶酪等优质农产品 在中国市场上备受欢迎 成为中国消费者餐桌上的新宠 与此同时 中国的电子产品、家电、服装等 也在意大利市场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文化交流也是众义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国在艺术、音乐、电影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 每年都有大量中国游客前往意大利 欣赏那里的美景和艺术珍品 意大利的艺术家和音乐家也频繁来华演出 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 众议两国还共同举办了多次文化交流活动 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梅洛尼此次访华 将进一步推动众议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他的到访不仅是对众议关系的肯定 更是对未来合作的期许 中方期待通过此次访问 与一方一道 共同规划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总之 梅洛尼总理的访华之行 将为众议关系注入新的活力 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 将进一步深化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中方愿同一方一道 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 梅洛尼 Georgia Meloni 将于2023年7月27日至31日 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这次访问不仅是梅洛尼自上任以来首次访华 也是他成为中国二十大后首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大国领导人 梅洛尼此次率领一个庞大的政商代表团 此行的主要议题涵盖双边关系、经济合作、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 梅洛尼的此次访问备受关注 尤其是在众议两国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 意大利媒体报道认为 这次访问将有助于进一步增强 众议两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梅洛尼计划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晤 双方预计将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 涵盖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绿色能源等领域 这些协议不仅有助于提升两国的经济合作水平 也将为意大利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更多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 梅洛尼还将参观中国的历史文化遗址 如故宫和长城 以增进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他表示 意大利和中国作为两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 在文化交流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 梅洛尼政府此前决定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这一决定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意大利是G7国家中唯一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但梅洛尼上任后 政府重新评估了这一决定 并选择退出 这一举动被视为意大利在国际舞台上重新定位的一部分 旨在平衡与中国和西方盟友之间的关系 然而 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意味着 意大利与中国的关系会因此冷却 相反 梅洛尼此次访华 正是为了修补这一决定所带来的裂痕 并寻求新的合作机会 近年来 意大利经济增长乏力 失业率居高不下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 经济形势更加严峻 梅洛尼希望通过吸引中国的投资 能够为意大利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此次访问中 梅洛尼将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多次会晤 讨论一系列双边和多边议题 他还计划访问中国的一些重要城市和企业 亲自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和投资环境 众议两国的合作领域广泛 涵盖了政治 经济 文化等多个方面 意大利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 两国在机械制造 汽车 时尚 食品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 近年来 意大利的葡萄酒 橄榄油 奶酪等优质农产品 在中国市场上备受欢迎 成为中国消费者餐桌上的新宠 与此同时 中国的电子产品 家电 服装等也在意大利市场上 占据了重要地位 文化交流 也是众议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国在艺术 音乐 电影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 每年都有大量的中国游客 前往意大利 欣赏那里的美景和艺术真品 意大利的艺术家和音乐家 也频繁来划演出 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 众议两国 还共同举办了多次文化交流活动 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梅洛尼此次访华 不仅是为了修补意大利 退出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裂痕 更是为了寻求新的合作机会 推动两国关系 迈上新的台阶 他的到访 不仅是对众议关系的肯定 更是对未来合作的期许 中方期待 通过此次访问 与一方一道 共同规划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总的来说 这次访问将为众议关系 注入新的活力 进一步推动两国 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女士们先生们 梅洛尼访华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之旅 意大利作为欧洲的经济引擎之一 梅洛尼此行势必为众议两国的经济 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这就像马可波罗当年从意大利来到中国 打开了东西方之间的商业和文化交流的大门 现在 梅洛尼将再次为我们打开新的合作之门 天书啊 你这话说得像是从历史教科书里被出来的 但现实可没这么美好 梅洛尼不是来当新一代马可波罗的 他是来挽救意大利经济的 就像当年罗马帝国需要靠外部资源支撑一样 现在意大利急需中国的投资来刺激经济 这不是什么浪漫的冒险 而是一场经济上的求生行动 奇奇 你也太悲观了吧 这次访问绝对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 他还包括了文化交流 科技合作等多方面的内容 就像当年丝绸之路不仅带来了商业繁荣 还促进了文化和技术的交流 我们可以期待这次访问会为两国带来全方位的合作和共赢 天书 你这理想主义真让人感动 可是现实是 意大利之前退出了一带一路倡议 这次访华更多是修补裂痕 梅洛尼就像是个失落的小红帽 试图在大灰狼面前重新赢得信任 经济合作也好 文化交流也罢 都是在修补关系的背景下进行的 根本没有那么浪漫 奇奇 你说的也有些道理 但这正是外交和合作的一部分 当年唐玄藏西天取经 不也是在各种困难中找到合作的机会 最终带回了佛教经典 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繁荣 梅洛尼也许面临挑战 但这并不妨碍他通过这次访华 为两国的未来合作奠定基础 天书 你这比喻也是绝了 唐玄藏取经可是历史传奇 梅洛尼这次访华可是现实与利益的博弈 他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通过吸引中国投资来解决国内的经济困境 不是什么取经之旅 他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合作协议 而不是一堆文化交流的空谈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中国之行 无疑是近期国际政坛的一大亮点 他不仅是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后 首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大国领导人 还率领了一个庞大的政商代表团前往 这次访问背景深远 不仅标志着众议 两国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 更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契机 梅洛尼在出发前表示 他希望通过这次访问进一步加强 众议两国的友好关系 并推动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迈上新台阶 他特别提到 意大利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国 希望在这一框架下与中国开展更多务实合作 这无疑为两国未来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 不仅梅洛尼本人对这次访问充满期待 国际社会也对其高度关注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这次访问将为众议关系注入新的活力 进一步推动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梅洛尼在中国期间将与习近平主席 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晤 讨论双边关系 经济合作 气候变化等议题 双方还预计将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 涵盖基础设施建设 科技创新 绿色能源等领域 这些协议不仅有助于提升 两国的经济合作水平 也为意大利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提供了更多机会 梅洛尼此次访华的一个重要议程 是参观中国的历史文化遗址 如故宫和长城 以增进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这不仅显示了 他对中国文化的尊重 也为两国的文化交流 提供了新的契机 意大利和中国都是 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 双方在文化交流方面 有着巨大的潜力 梅洛尼的到来 无疑为众议文化交流 注入新的活力 为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搭建了新的桥梁 然而梅洛尼此次访华 还有一个重要背景 即意大利此前决定退出 一带一路倡议 这一决定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作为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巨期国家 意大利的退出被视为其在国际舞台上重新定位的一部分 旨在平衡与中国和西方盟友之间的关系 梅洛尼此次访华正是为了修补这一决定所带来的裂痕 并寻求新的合作机会 他希望通过这次访问 能够重新定义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框架 特别是在贸易和投资领域 意大利经济近年来增长乏力 失业率居高不下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 经济形势更加严峻 梅洛尼希望通过吸引中国的投资 为意大利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此次访问中 他将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多次会晤 讨论一系列双边和多边议题 并预计双方将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涵盖基础设施建设 科技创新 绿色能源等多个领域 这些协议将为两国的经济合作 注入新的动力 为意大利企业在中国的发展 提供更多支持和指导 总的来说 梅洛尼此次访华 不仅是为了修补意大利退出 一带一路倡议 所带来的裂痕 更是为了寻求新的合作机会 推动两国关系 迈上新的台阶 这次访问 无疑为众议关系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为两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的福祉 中方期待通过此次访问 与一方一道 共同规划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谢谢大家 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